SEQUEL 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下語法呢 當然可以啊 也就是說 ADO怎麼跟 這個 ADO跟SS溝通的方式 比如說他要寫一筆資料進去的話 基本上他是寫什麼 他是寫 不過這個地方 因為他的 字比較小一點 然後 他在找一下設計 檢視把字放大一點 不然太太辛苦了 這邊有沒有辦法把字放大 因為這個畫面又跟那個2003又不一樣 2003是在工具裡面的選項就可以找到 可以把字放大 這個 恐怕 找一下 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把它放大 基本上呢 他的語法這樣 一定就是固定的用法 就是什麼 Insert Insert into 這語法已經有了 如果你們等一下 因為我 我 很多人應該這個地方會比較有容易障礙 這邊有個Insert into 語法 就這一個 Insert 你把它Ctrl C 一下 接下來的話 有沒有 直接在到SS裡面 Ctrl V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語法 不過 可能太小了 把它先貼到那個 看把它貼到 記事本裡面 放大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所謂的 SQL語法 SQL語法裡面呢 他做哪些事情呢 其實也非常好理解 然後 這地方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前面 如果要加入一筆資料的話 就這語法 Insert into Insert into就是寫入一筆資料的意思 那寫入到哪裡呢 就是什麼呢 問題一 問題是一個什麼呢 資料 表 對不對 一個table 資料表 刮鬍 特別重要 這中間一定有個空白 然後呢 欄位名稱有哪一些 如果你要寫入的是這六個欄位名稱的話 那你就把這六個欄位名稱把它打上去 那中間記得加豆點 空一格之後的話 特別重要 空一格 這邊基本上 應該是有個空空一格 空一個空白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 Values Values就是裡面的池 有沒有 把他稍微拉寬一點 Values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那Values後面的話呢也是空一個 所以這邊都有空格 那裡面的值 比如說我今天要 剛剛 144 124 6 1247好了 那如果說呢 他的儲存根 他就算是 他就算是